這個藍色襯衫走出征訊室 前都發局長黃錦茂 經過樓葉征訊五小時之後 涉及土地最嫌 以五百萬人交保 並且限制出進出海 以及住居 接連查出克師傅與金華成 當時在打行政訴訟 都委會沒等行政訴訟結果出爐 就召開首次專家會議 接連懷疑柯文哲彭正生 與黃錦茂等三人 為金華成取得榮獎開綠燈 由北市議員認為 關鍵藏在公文裡 見識2020年9月21日公文 其中第二點提到 該指非都跟地區 但金華成所擬的榮基獎勵 均引用都跟建築榮基獎勵辦法內容 應該先釐清 引用法令條文的釋法性 但第四點又提到 要求金華成在同年9月30日前 提供相關資料 同時為爭取時效 都法局會同步召開專家學者會議 要上申請按榮基獎勵的合理性 與可信心 為什麼都法局針對一個私人的改建案 這樣子的積極的 來幫他召開專家學者會議 還提到爭取時效呢 假設說在柯文哲卸任之前 金華成的案子跟建造 仍然沒有通過的話 新上任的市府 恐怕再召開都委會議 或專家學者會議 很有可能會再次以 釋法性的問題 來駁回金華成的要求 公文所提到的 為爭取時效性恐怕就是關鍵 不只公文內容矛盾 今年五月專案小組 第五次會議 約訪黃錦茂與彭震生 黃錦茂強調當年是聽命行事 究竟是聽誰的命令 不排除是減簾 偵辦方向 三新聞綜合報導 就等了